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里走出去的炒房团甚至影响到全国 不过近期关于温州楼市的报道中 缩水暴跌腰斩崩盘等词汇却集中出现 有媒体说在房价历经32个月连续下跌之后 温州最大的一座楼盘将以超低价9000元每平米开盘 这个价格是温州房价最高时的八分之一 温州楼是怎么了 记者经过努力联系上了报道所指楼盘的负责人 这里就是诸多报道中提到的楼盘 温州三江立体城 楼盘位于温州欧江北岸永家县 在一处高速公路的边上 记者终于见到了还是一片荒芜的工地现场 根据报道 这里将以超低价每平米9000元开盘 是同地点房价最高时的八分之一 不过记得见到三江立体城总经理江孟军时 江孟军告诉记者 他也是从媒体上知道这一消息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我说卖9000了 我亏到卖了 对我来说不利 第二个的话 我们到公司也有严格的一个几例 那么到现在为止 没到这个时候 那么我去定价的话 那么公司政治的制度上不符合 第三个的话 政府的这个制度也不行的 因为价格都没到定价的时候 站在欧江边的临时大地上面 记得见到所谓的项目现场 不过是几台打装机在工作 还完全是处于刚刚开始打地基的阶段 如果9000元的价格是真实的话 不但有亏损 还直接会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 指着对岸若隐若现的一个楼盘 江孟军告诉记者 内阁就是陆城广场 是温州最贵的楼盘 2011年 售价最高时 每每平米8万元 但是把这两个隔江相望的项目 放在一起相比 江孟军也感到啼笑皆非 江孟军告诉记者 立体城的项目是由万通地产 新希望集团 总共投资210亿元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765亩 建筑面积180万平米 将会成为温州最大的楼盘 项目一期刚刚破土动工 成本价至少要在15000元左右 作为一个外地来温州投资的开发商 他对近期关于温州楼市的一些消息 表示很不理解 我觉得大家把它夸张化了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把它叫做什么妖魔化了 因为温州实际上我们深处期间 虽然它下个连续三次都会再下地 但是第一市场并没有想到那样差 市场并没有想到那样差 它的消息量的话 实际上我们观测 它实际上是有所上升的 有所上升的 现在很多人在传播这个过程当中 或者是还有破比媒体 他们在报道这个过程当中 只抓住了表面上的东西 没看见实际真正的东西 连温州三江立体城的总经理江孟军 都不知道降价的消息是从何而来的 报道的真实性可想而知 江孟军采访中所提到的妖魔化 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那么实际上温州楼市的真实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眼前的这处楼盘就是陆城广场 是温州标志性的豪宅项目 几乎每个温州人都知道关于它的故事 开盘均价在4万元左右 2011年楼市火爆时 陆城广场在炒房客手里的房价 曾被叫到每平米8到10万元 而今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呢 价格我看是4万3千8 如果说真要买的话 还可以少还可以少 如果成新的话它还可以少 就底价大概 房东现在整个市场上没有底价 如果它成新客人成新买 都是可以考虑的价格比较合适 在一家房产中介的报价单上 记者了解到了一处陆城广场的挂牌价 是4万3千8百元 这里还是一套顶层的房屋 属于最贵的古形 即使是这样的好房源 依旧很难出售 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房主着急还债 如果成新的话 这个房源可以在4万左右 甚至更低价格成交 这以最高时的价格相比 的确减去一半还多 但是并没有跌破它当初的开盘价格 那么温州的一手房市场 销售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到了永家县的一处售楼处 去年8月4号开盘 整个建筑面积低上是20万房 楼房的销售 整个去年我们这个楼房销售 在温州市来说 算是比较不错的 排在前三位 整个销售率呢 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了 但是整个温州呢 从去年开始 你说去年今年 整个房地产都不怎么样 所以说呢 应该说整个我们销售 各方面 说的还是算算不够 在王宏伟看来 开盘以后 整体的销售情况还算理想 已经销售出去了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房子 但是整个项目的效益 却只是能够回收成本 价格呢 现在均价在一万三四左右 但是一万三四左右呢 卖了以后 基本上不赚钱 因为它楼面价拿量是比较高 六千多 六千多 你说到 比如说原来我们拿 这个地的时候 我们就预算 这个地方可以卖一万八 那现在一万三四的话呢 基本上你全部卖掉 能保本 原本计划能够卖到一万八的价格 销售的实际价格 不过是一万三四 如果再算上每年 最少百分之十的财务成本的话 这样的价格 几乎就在盈亏点之间了 那么 王宏伟为什么会把价格 压得这么低呢 我们做所有的地产 包括这房开 这几年 他不是做不交钱的问题 他是能不能退得出来 就是你原来投资的钱 能不能全上来退 现在很多可能就说 前往之后 有些小的房地产 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做完 或者就不做了 有些该亏掉就亏掉了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拼起来的 稍微好一点 如果你是一家 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房拿过来 是一家的钱 或者两家的钱 那是亏得一塌糊涂 所以走不出来 还有破产 采访时 王宏伟说得最多的 就是以价换量 保命和权限而退 他还在尽兴 自己当初做了一个 正确的价格选择 成功将投入80%的资金回笼 这样的策略 也基本成为温州当地 绝大多数开发商的选择 即使利润不高 我的价格 被原来都卖得低得多了 我还是怕这种区化率 就是我卖得了卖不了 即使说你价格卖低一点 有稍微有点利润 你呢 快速的呢 把这个房子不清掉卖掉 而且把这个资金 就是这个回笼了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当今 还是区化率的问题 还不是价格的问题 陈永峰谈到的这个楼盘 要在9月底 才能正式销售 他心里现在已经 主动下调了 20%的销售价格 利润和价格 在他看来都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 就是如何尽快 把房子卖出去 保证资金安全 他经营着 温州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而今 他正在经受着 寻所未有的压力 2013年的5月份到10月份 这个阶段呢 还算是比较好的 房子卖得比较好 甚至一些盘的 去化率都要达到90%以上 那是挺好的 一到了2013年的 这个10月份以后 整个形式就是急装而下 就不好了 这不好以后 到现在的话 那肯定是很差 比较差 陈永峰现在的压力 一方面是销售数据的 急速下滑 另一方面 是他担心 有太多的不可预知因素 谈他的原因呢 也就是说 又没有什么政策 老的政策没打破 新的政策没出来 是吧 市场呢 现在呢 到底走是怎么样 也不知道 因为我卖这个楼盘 肯定是跟整个区域的 这个经济要相结合的 区域的经济当中 比如说 整个区域经济走好了 温州的中小企业 这几星区走好了 那么他们是够阻力 就是这一个个 无法预测的因素 让陈永峰 很难做出一个 正确选择 但是销售价格的 继续下跌 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 那么 时至今日 温州市区整体楼价 究竟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原来的房子 卖三万二的话 那如果应该是 打个六折 应该会有的 两万左右 两万左右 要的 花了 用了三十几个月的时间 那大部分的下跌的时间 我认为在 110年 或者说 11年的这个节点 是比较高峰期的 像近两年 像113年 跟14年 房价 虽然说 还是说在 数据上的表现 还是阴跌的状态 但是 尺度都不大 可能都是 百分之二 如果按照江义所说 温州楼市确实是在下行 经过了32个月的跌跌不休 温州市区内商品房平均价格从三万二跌到了两万 应该说是下跌了百分之四十 那么在过去的32个月 也就是将近三年中 温州的房地产行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温州楼市连续跌了33个月 这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听了以后 就是很惊讶的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也是当时整个一个就是温州 土地的资源比较少 土地的资源也比较少 而且就是说 推出来的量也是非常的少 推盘的量也比较少 那么需求量也比较高 这时候就是房价有节级攀升 攀升到这个就是 在我们中国就是一线城市的价格 在记者多日采访过程中 几乎所有业内专家都在指出温州市区内 在2013年之前 温州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应 一直实行饥饿政策 所有推向市场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 这也在直接催生了温州市区楼市价格的高级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001年 当时这个市区的整个土地的成交 是46万方 那么当时的这个成交均价是12807 那么到了12年的土地的整个的成交面积 在市区是65万方 那么那时候的均价是5477 到了13年 那它整个量就上去了 达到了这个201万方 那么这个均价达到了6938 也就是说在13年土地温州市区的出浪的总量来讲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前面温州五年的这个土地的出浪面积 一年出浪五年土地面积的背景下 直接导致了大量金盘集中上市 库存量猛增 价格的持续下跌 也就在所难免 温州楼市走势和土地供应走势有很大关系 而在2010年之前 有限的土地供应又直接导致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模式 当然就这个两套拼以后 当时我卖给你的时候 还是没有限购的 或者就是说 或者就是我们先签拉合同 签拉合同 而且很 当时很有一个很幼稚的想法 就我们 比如说你只能买一套的是吧 那么把这个半套先买掉了 另外两个半套呢 你呢 我们先签个合同 不备案 不备案 我们就是很 很幼稚的想法 就等 等国家这个政策 它现在可能会放掉的 一直在等吧 大家都在有个期望 放掉了以后呢 你再登起来 是这么来想的 那小的等到现在都等不来 而张主力 张主力很多都这样服刑 这个时候 我讲啊 这个事情就害死人 我们就是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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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惨痛惨痛 这就是温州当地盛行多套拼房的销售模式 也是当时的主流模式 限购之前 一套大户型的房子 需要办理两个 三个 四个产权证 然而随着限购令的出台 直接终结了这些房型的销售 2012年下半年 温州市区 甚至出现连续多月无住宅用地成功出让的现象 这也成为当时温州房价暴跌的最主要原因 房地产开发公司亏损严重 销售放缓 银行流动性收紧 民间借在危机爆发的背影下 部分开发商资金面断裂 温州出现多个楼盘烂尾 开发商跑路事件 记者就在温州的市区内 见到了这样一处烂尾项目 路程一勤 走进施工现场 记者见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在休息 没有人在工作 工地里面还晾起来的衣物 没有人知道何时能够完工 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倒是说出了这个楼盘的历史 业内人士透露 这个项目是温州本地企业开发的 温州地产企业有个独特的模式 股东可能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曾经有一家房开 它的股东有三百多个 也就是说它的融资渠道 甚至是有点像这种民间集资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政府是打击这个的 民间集资是打击的 但是它通过其他的方式 几百个股东一起进来 那这样应该就是资金呢 就是特别的复杂 因为布局上来以后 他拿了地以后呢 他没有专业的设计 没有专业的市场调查 没有一个专业的策划给推广 好了 对中这个实际上 它就下来了 实际上就下来了 就出问题了 对 周期就下来了 正像业内多位专家担忧的一样 与国内很多城市 拥有多个具备实力的开发商不同 以民营经济健常的温州 事实上并没有几家专业的 具备强大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 由此就会在开发决策 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 又凸显出来 那么我们就按 九百万人的这个 比例应该算 那外来人口占了比例 接近是百分之十八到二十 那百分之二十这个 外来人口在温州购买房产的 这个比例相对来说非常小的 这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来说 都是很小很小的一块比例呢 作为一个外地人 王毅已经在温州生活多年 他几乎没有见到外地人 在温州购房 百分之二十的外来人口 几乎没有购房 这也与国内其他城市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买房是可以 买房是买得起 但是为什么说不愿意在这里呢 不愿意在这里买房呢 第一 那 这个城市的这个配套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完善 第二 老区退套里面呢 我们觉得花那么多钱 买到老区里面 房子也不是新的 小区也不是新的 要一个生活环境没有 要一个封闭的环境也没有 都是一些商住楼为多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 温州楼市确实是在下行 但是楼市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出现在房地产本身 资金才是背后的关键因素 那么温州楼市下一步又何去何从呢 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调查 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看到了 在经过连续32个月的房价下跌之后 温州楼市确实出现了低迷的状况 而记者调查发现 楼市的真正问题实际上出现在资金 出现在实体层面 那么温州楼市下一步走向何方呢 我们来认识一位炒房者 听听他的故事 那个时候买过来是2200万 现在596万这拍卖 这是第几次拍了 这是第三次拍嘛 第一次900嘛 700嘛 现在500嘛 每次用20%递减 对 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是596万 600万 600万嘛 这是最高报价 最高报价 评估价一千零 就是评估价是原来的对者了 现在又是评估价的六者 还是没人要 黄东生是当年温州 服务在全国各地千百万炒房大军的一员 不过他更愿意称自己为温州购房团的资深团员 与几年前一起风发不同的是 他现在关心的是 自己正在被法院网上拍卖的房子价格 从最高的2200万元 一路下跌到了不到600万元 而让他最后悔的是 当初不该从银行贷了这么多钱 他这笔钱放给我是 2011年的12月31号 六点半钟放给我1800万 他是做儿肚子做融销 是叫我帮帮忙 把这个款带出来 然后我用这笔钱买了海港的一栋楼 然后那个楼现在就是说 其实我不需要买楼的 他钱带给我们好带 好带的当时帮他买楼了 楼买过来以后呢 我也没住 这里房子也很大 有600平方 一直放在那边 是吧 现在就是银行就推着我们要钱 黄东生告诉记者 如今真正导致他资金链断裂的 并不是房价下跌 而是来自于银行方面的压力 去年撑不住了 去年就抽得太厉害了 就是说你一还他就抽 一还就抽 现在是银行不信用 不是我们不信用 你比如说现在一个执行案件过来了 是吧 把你所有的房子封起来 叫所有的房租不给你 导致整个所有的人觉得恐慌 黄东生坦言 现在当年一起炒房的朋友基本上都不见了 而他自己除了两套已经被强制拍卖以外 他在温州还有30套房产 由于没有向民间的高利贷借过钱 他自信还有能力应付过去这些难关 那我自己的资产是足足有余的 不管怎么样 建卖也好 什么样也好 问题是现在是怎么样 我还可以 他们要现金 那我的资产全部在房子里面 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 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占缓掉 只要有人要我就买 不行不行 我把这个房子也卖给他们盯着 欠钱还钱 事实上 处于煎熬中的不止黄东生一个家庭 资金的短缺 已经触及到温州的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家庭 因为每个家庭都在服务某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可能都是跟某个节点上都需要融资 那么当这个社会的金融的资金链发生问题的时候 从最核心的部分的这种 掌握大量资金的这种企业 开始影响 辐射到它的产业列下的下游企业 辐射到产业列下游企业的每一个员工 每一个家庭 我觉得这个 你也觉得不单单是房地产产 我觉得不单单是 包括餐饮 包括娱乐 调查简序 2011年一季度 温州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调整 住宅成交均价出现环比下降局限 温州房价回落 逐步影响 并恶化部分企业主资产负债表状况 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 有多家企业主跑路 关停倒闭企业 从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 原来这里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集中的一个酒的 基本上都是卖红酒的吗 卖红酒也有 啤酒也有 包括一些白酒 主要是比较多的一个局务 应该都是这种杯子是吧 应该是的 那么目前呢 主要是可能有的人也转业了 有的人是他是为了 介绍那个成分 那么转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徐亮不无伤感地告诉记者 前两年这条街上 有十几家经营各类酒品的销售店 而今开门的只有三家 其他的不是关门 就是被借卖了 与楼房一样 现在温州 有各类诸如企业 矿山 酒方等优质资产 在低价出售 用以盘火资金 在如此环境下的温州楼市 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亲头万去 不过很多专家建议 不如先从最简单的 信息公开做起 温州楼市并没有丧失未来 我们查业数据来说 第一 各方面对数据的这种 不透明性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困惑 这就给了舆论夸大 或者说是扭曲它的这种空间 如果各方面的这种部门 包括房开 对数据做过多的阐述 多一点的阐述 或者说声明 对吧 及时性公开性做出来 那我们也会给媒体一个 比较有评判的标准 我们常说人的机体发烧 热在表面 根在体内 楼市的表现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从温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八大亡民营兵器 起步到后来全民炒房 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轨迹 全民炒房吸走了温州风力的民间资本 经济脱石向虚 导致实业失际 传统低端产业措施转型良心 资金成为制约着整个温州各行 各业的加速 从资本的流向可以动提 一个时代的全部秘密 资本为什么会抽离实业 经济为什么会偷石向虚 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这些问题 表面的发热退热容易处理 但是如何让根子里强筋建骨 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需要转变的不仅是温州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济版 要是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